台北捷運站日前爆發一起衝突事件 這個男子進廁所如廁 卻被一名正心男子猛敲廁所門 男子下意識的回敲 對方竟然反嗆說 我就只等你這間 雙方因此爆發口角衝突 灰衣男坐在捷運外頭 和多名警方爭論不休 而這一鬧就是一個小時 男子說什麼就是不肯離開 吵到最後連附近民眾都忍不住圍觀 但男子依然失控 不僅不出示證件 還多次對原警惡言相向 最後警方棄的警告對方 將依涉違法送辦 男子才乖乖就範 當時男子就是像這樣狂敲 每間廁所的門 等待被害人出現 而雙方爆發衝突 一路從廁所吵到了外頭 事發地點就在台北捷運 中校復興站 十九號晚上九點四十分 二十六歲的黃姓男子 去上廁所時 突然外面有一名三十七歲的正姓男子 莫名對每一間廁所瘋狂敲門 許多人都被嚇得趕快離開 只剩下黃姓男子還待在廁所 沒想到鎮姓男子 卻對他嗆瞎 只等你這間 他出來之後還被嫌犯反嗆 沒禮貌為何敲門要這麼大力 雙方爆發糾紛 報警處理 我在廁所裡面 然後他瘋狂地敲我們的門 就是連隔壁間的也一直敲 然後是很大力 然後是完全不停的那種 所以我下意識會回敲 所信最後衝突沒有鬧大 雙方便自行離去 後續也沒有提告 只不過這回上廁所 突然被恐嚇 恐怕被害人短時間 都會對捷運廁所充滿陰影 藉王玉君 蔡姊姊 娛樂為台北報道